原來我剛才聽傅醫生說 那個情緒、焦慮、不開心 原來我可以轉化成瘋狂地吃東西 或者瘋狂地打遊戲 可以轉化成這樣 我脫離現實世界 這也是在我們情緒上關注的事情 其實幫助小朋友撕開機人很難 我見過一些YouTube影片 在父母拔掉電視機或螢幕插頭會殺人 我們在這方面如何 當然可以慢慢引導他們見專門人士做治療 但過程中如何跟上癮的年輕人互動 建立一個關係 如果很小的小朋友 他們的心接尚未成熟 其實家長真的有責任 要強硬一點 甚至軟硬兼絲 你不單只拿了他覺得最重要的東西 但其實要給他另外一些東西 其實很簡單 你帶他去公園玩 可能對於他來說已經忘記了機器 但問題是 現在父母又要穩定 是時間的問題 有時你平衡 究竟子女的將來重要 還是你的工作前途重要 很多家長都會懂得選擇 適當地安排自己的時間 怎樣去做好你的親子的責任 給多一些放開活動 帶他見多一些同齡的小朋友 永遠是好過 在物質上滿足他們 當然如果是大小小的朋友 我們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改變 要來自他自己本身內在 我覺得有這樣的需要去改變 而不是說要減他 一定要那個患者 即那個小朋友 我也覺得 我體會到問題的出現 例如我們作為家長 身邊的人 作為老師也好 或者其他的朋友 我們要和他反映他的問題 其實你自己覺得不覺得 有甚麼影響 例如你看看你的功課 開始下降了 甚至華里斯 你今天打機 我和你量度一量時間 看看你一個星期 在打機上 你花了多少時間 在學業 溫習 做功課 有多少時間見你的朋友 見你的家人 這些都重要 讓他自己知道 原來自己意識得到他的問題 失控了 很多人都是欺騙自己 我玩了一會 但其實如果放一個鐘在電腦旁邊 很重要 告訴他 其實你已經打了九個字 整個鐘 其實不少 令他自己意識得到 這件事真的影響著我的行業 影響著我的人際關係 原來我已經兩個月 沒有見過我的祖父母 三個月 沒有約過我的朋友 出去公園 去打球球場等等 讓他知道自己有個需要 去改變他的生活 當然有很多 比較成熟少少的朋友 青少年 他們慢慢慢慢知道 不過他做不到 只是需要多少鼓勵 還有給多一點反應 告訴他們 他們的問題在哪裡 他們都會肯 幫他 參與人生才行 對 一定要加入 明白 很精彩 這些問題 雖然我們很多父母 都沒有符 感覺上 特別是中學生 你動他的相機 我殺人 惡到不得了 其實要處理這些問題 很多時候父母的耐性 是非常重要的 所謂他沒有耐性 就是一見到他打遊戲 就說他 例如死仔 沒有用 只會打遊戲 你成為一個獨男 你什麼都沒有前途 其實聽到這些說話 有時候你不需要說 你多說兩次 你走過 他已經覺得你說了 變成溝通的門 關閉了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其實一定要令到他覺得 你是為他好 我想你有個好的前途 想你有好的將來 想你將來有好的生活 想你現在打好基礎 用一個這樣的方法 令到他覺得你是和他同一陣線 去面對這個問題 一起打這場仗 對 才可以和他解決到問題 好 傅志健醫生 給了那麼多案例 令到我們覺得 原來人生除了問題之外 還有很多答案 真的要找專家 給我們很多資訊 給我們很多知識 令到我們可以 在我們的困難上 能夠找到出落 找到曙光 我一直聽到傅醫生說的 就是腦磁激 有沒有機會帶我們去看看 有啊 如果你有時間 我和你去我腦磁激中心看看 腦磁激中心 好啊 我們先看看新東西 多謝你傅志健先生 多謝你